这里老师有一小块的柠檬汁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又清爽又方便又好吃的越南鸡肉盒粉 大家好我是饭菜副主老师 那今天老师来教大家做一个越南的鸡肉盒粉 鸡肉盒粉呢是来到台湾之后呢 因为大家为了健身为了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所以我们会用比较属于高蛋白鸡肉来做这个鸡肉盒粉 所以今天老师呢就用18羊肠的鸡肉 你看有一个是鸡胸肉 然后有一个是鸡刺 然后我们搭配了18羊肠的鸡高汤 好我们来做我们今天的鸡肉盒粉 这里呢老师会准备一锅是2000cc的水 放进去熬高汤的部分呢有洋葱 有红葱头 有姜 好这是我们所谓湿性的食材的部分 干系的食材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药材 或是中药的辛香料 这里是小茴香 干草 丁香 八角 这是肉桂 好来丁香的部分大家看一下 我丁香只放三只就好 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的浓烈 那这边呢鱼露 再来就是糖 那这就属于整个高汤的部分 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锅里面煮食材的部分 跟大家介绍的是盒粉 原来它就是这样干的状态 这干的盒粉呢它就有点像我们的米粉这样干干硬硬的 那我们就放到水里面泡大概30分钟 它就会呈现目前大家看到这个状态 里面会有豆芽菜 再来有葱花 然后会有香菜 香菜呢我会把香菜梗跟香菜叶分开 因为香菜梗的味道会比较香 那我们煮下香菜梗 那香菜叶作为点缀 然后再来呢这是九层糖 这里油葱酥 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柠檬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胡椒粉 等一下我放进去熬的鸡翅膀呢 我们会加一支到我们的汤里面 那当然还有部分的主要的鸡胸肉呢 会切片汆烫放进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部分 那鸡翅膀呢我们要稍微做个改刀的动作 鸡翅先把它拉开 这前面是棒棒腿 我们按到关节处的地方 用力划下就刚好划开了 所有的四只鸡腿我们都这样做处理 好来我们处理鸡胸的部分 老师会把鸡皮的部分拿掉 我们重新划刀一分为二 我们以斜切的方式 用片刀的部分把鸡肉一片的片下来 就这样子我们准备要下锅来做处理了 老师现在教大家做这一锅的高汤 今天老师教大家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呢 我们就用18羊肠的鸡膏汤 然后搭上我们刚刚切的鸡翅膀来 速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味道又好 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先把鸡膏汤给剪开 这是一包600cc的鸡膏汤 鸡膏汤兑上的水呢是2000cc 我们把火开成大火 鸡翅膀跟着放下来 放下鸡翅膀之后呢 我们这一边的湿性食材 我们跟着下来 这是洋葱 这是红葱头 这是姜片 那干性食材比较特殊一件事呢 老师这里会准备一个装新香料的袋子 我要把干性食材放到里面去 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们所有的干性食材都是非常细致 非常小的颗粒 来放进来 放好之后呢 这个袋子有个袋口 就往内折折起来 就变成这样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料理的新香料包 都OK 那我们就整个的放进我们的汤里面 这一些新香料太细小了 假如说我们熬的过程当中呢 不小心跑到汤里面 等下整锅汤都是细细碎碎的 反而不好处理 味道出来之后呢 它就不会造成我们整锅汤是 有细碎的杂物在里面 开了然后我们熬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熬15到2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哦 现在已经整个汤汁滚起来了 来我们整个把它关成小火 让小火这样慢慢滚 好OK 那我们就把它盖上盖子 那就这样我们焖煮多久呢 我们焖煮10到15分钟 我们待会再回来看看 好那我们现在煮了将近20分钟了 那我们打开来看 非常浓的高汤已经煮好了 高汤好了之后呢 开始加上我们的调味料 那这个的调味料呢 很特殊 因为越南他们习惯用鱼露 所以基本上他们咸露的东西 就来自于鱼露 放鱼露下来做调味 这个糖OK 好那我们就来拌一拌 那基本上高汤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烫我们所有的食材 第一个我会夹上盒粉放在最中间 豆芽菜 喜欢吃出菜人豆芽菜可以多一点点 然后肉片 肉片我们大概取个三到四片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用了这个锅宝的新的锅具 这个锅具是一个不锈钢锅 它里面会附一个肉勺肉网 那煮面烫青菜都很方便 大家来看看我怎么做 好那我们就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火开到最大 那基本上我们就在里面烫烫 因为我放下去的食材是非常容易熟的 而且河粉本身它就是熟的 它只是做干燥的处理而已 所以呢老师就只会把它烫到 我们的肌肉熟化了就OK 我们把所有食材放进去之后呢 等一下你看一看 本来是滚烫的水 食材放下去以后就开始不滚了 等到水再滚沸起来之后呢 那基本上我们的东西就是好了 我们就可以捞起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已经开始滚沸了 我们要把这个水滤干 倒在我们的碗里面 上面还有很多的食材要加 我们的九层塔放在这旁边 我们的香菜放在中间 我们的葱放在旁边 香菜叶放在这里 有葱酥放下来 拿上一些些胡椒粉 这里我们的小棒棒腿 就补这个位置 最后呢我们加上我们的高汤 我们淋高汤的时候记得 要向着辛香料往下淋 辛香料被这些高汤淋上去之后呢 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而且才会熟化 来这里老师有一小块的柠檬汁 记得要吃的时候要挤上柠檬汁 挤上柠檬汁之后呢 那就可以马上享用了 那今天这道料理不难 很简单吧 只要把高汤熬好 那把东西烫一烫就可以吃了 请问老师今天影片记得 一定要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一次影片见 拜拜